嗨 你好 我是瑞希 今天 你还好吗 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中搜索 瑞希 花蕊的蕊 希望的蕊 每天晚上 我都会用一段声音 陪你入睡 上周赶上喜欢的明星看演唱会 闺蜜和我 就去了一趟北京 演唱会 人总是会很容易兴奋 也容易粗心大意 结束之后回到酒店 闺蜜一摸口袋 突然发现手机落在了出租车上 沐生的城市 人生地不熟 还偏偏遇上了这样的事情 我们两个人站在酒店大堂 不知道该干什么 却又急得不行 闺蜜拿着我的手机 给男朋友打电话 哭得稀里哗啦地 讲述事情的经过 可是毕竟相隔太远 对方也没办法做什么 男朋友只能亲身安抚他的情绪 一遍一遍地通过电话跟他说 别怕 有我在 这三个字好像有魔力一样 让闺蜜慢慢安定了下来 开始冷静地 想办法解决 幸运的是 后来出租车司机 发现了落在后座的手机 并且亲自给我们送了回来 闺蜜一边拿着手机 给男朋友发微信报平安 一边随口跟我聊天 她跟我说 哎 你说奇怪不奇怪 她明明什么都没做 只是跟我说了一句 有我在 我就觉得很安心了 好像真的是这样 男人总是吐槽说 女人是这个世界上 最容易炸毛的生物 总是动不动就生气 太难哄了 可男人不知道的是 其实有些时候 女人需要的不是什么 感天动地的安慰 她只要一句有我在 就够了 就好像突然停电 漆黑一片的房间里 突然伸过来一声 握紧你的双手 让你踏实 让你安心 说实话在上一段 感情结束之后 我特别享受单身的日子 单身都好啊 随心所欲 自由自在 我不用总是捧着手机 等某个人的微信 也不用提心吊胆地 担心对方会离开 更不用绞尽脑汁地去想 过节该送什么礼物 准备什么惊喜 有句话说 单身的日子很酷 但也很想哭 我记得有一次 我腿突然疼得 站不起来 我就请了假 去医院做检查 其实一个人的日子久了 独自去医院 也不觉得是什么大事 我一个人就跑上跑下 完成了抽血和检查 又默默地坐在椅子上 等待结果 好在并没有什么淡碍 我拿了检查报告 跟担心的父母报平安 又跟一直挂念的朋友说 我这里一切正常 当我走出医院的时候 阳光斜斜地 透过树枝洒下来 医院门口人来人往 有一脸严肃的行人 有相互搀扶的老人 还有不履从从的工作人员 街头的包子铺冒着热气 街边有两只狗 在追逐大脑 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 站在这里的应该是两个人 他会风尘仆仆地走向我 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最好再摸摸我的头 跟我说一声 有我在 那个时候我才发现 原来就算再怎么习惯一个人 也会有软弱想哭的时候 也会想要有人陪伴 一个人前行的日子 总会有痛苦落魄 也会有孤独迷茫 但如果能出现一个人 拉着你的手 望着你的眼睛 坚定地告诉你 有我在你身边 那好像困苦的日子 也都变得轻松 想起之前看到的一句话 我们都是孤单一人 来到这个世上的 终极一生 也不过是为了寻找 另一个人 跟自己同行的人 总会有人问 什么样的爱情 才是真正幸福的爱情 是需要很多很多钱吗 是需要很多很多誓言吗 其实都不用 只要有一个人 愿意在你想要 分享笑话的时候 想要与人 共进早餐的时候 想要寻求一个拥抱的时候 想要被人擦干眼泪的时候 能有一句 有我陪在你身边 就够了 希望有一个人 当你遇到他的时候 你不再衡量三思 左顾右盼 而是内心 务必笃定的 你知道那个人 就是你要的人 那个人就是 会陪伴你走完一生的人 希望能有一个人 在你耳边 对你说上一时的情话 内容不用很长 只要 有我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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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